11月21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发动了联合攻击 并试验了代号为真子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该导弹能够以史马赫的速度打击目标 目前没有反导系统可以拦截 普京强调 这次发射的导弹没有搭载核弹头 他警告称 俄罗斯有权对那些提供武器 打击他们的国家进行报复 中程和短程导弹的进一步部署 将根据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来决定 俄罗斯将根据安全威胁 来确定进一步测试时要摧毁的目标 普京表示 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 导致乌克兰冲突升级 并演变为全球冲突 俄罗斯对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进行战斗测试 以回应北约国家的侵略行动 如果侵略行动升级 俄罗斯将同样果断和对称地做出回应 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 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 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